大姑姐自从守寡后就一直住在我家,最近还突然怀孕了,她一没工作,二没男朋友,老公想把她的孩子过继到我名下。 我不同意,却意外发现这个孩子竟然跟我老公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晚上,我刚把饭菜端上桌,大姑姐便忍不住跑去卫生间干呕起来。 我以为是今天的饭菜不合她胃口,正想提醒老公让她明天带点新鲜的蔬菜回来。 大姑姐人已经出来了,她双手抱胸地站在卫生间门口,目光一直放在我老公身上。 我怀孕了,她轻轻地开口,夏冬手里的筷子硬生落地,我也跟着站起了身, 姐,你交男朋友了?什么时候的事,怎么也不带回家看看。 她看我一眼轻哼,没有男朋友,然后直接回了房。 大姑姐不喜欢我,觉得我配不上她弟,所以平日里对我一直都是爱搭不理的。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喜欢她。 不过,她现在既然怀孕了,是不是也就离她搬出去的日子不远了? 想到这里,我心里不由得一阵轻松,下意识地看了夏冬一眼。 她正看着桌上的饭菜发呆,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我提醒你,不跟进去看看,你姐是不是真怀孕了? 她肚子里的孩子又是谁的? 夏冬回过神来,胡乱地扒拉了几口碗里的饭,起身跟了进去。 大姑姐明换下珍珍,自两年前她老公去世后,便一直住在我家。 她人懒,脾气还不好。 每天睡到中午十二点才起床,饿了就点外卖,外卖盒子随意地往桌上一扔,从来不收拾。 自从她来了以后,我家每天都是乌烟瘴气的,椅子上,沙发上,到处都是她的脏衣服。 我白天要上班,晚上回来还得给她收拾残局,准备晚饭,忙得跟个陀螺似的。 她从不会说一句谢谢,觉得这一切都是理所应当的, 甚至还时常因饭菜不合胃口,在夏冬面前告我的状。 我想着她没了老公,又是夏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便一直没跟她计较。 谁知她非但不感激,反而还越来越变本加厉, 时常当着夏冬的面贬低我,觉得我配不上她的。 我忍无可忍,几次向夏冬提议,给她结找份工作,一直待在家闲着,也不是个事。 谁知夏冬听后一脸的不高兴。 老婆,我姐为了我连自己上大学的机会都放弃了, 又打工供我读完了大学,我现在工作了,挣钱了, 也该是我回报她的时候了。 就算是她这辈子都不出去上班,要我养着她, 我也不会说一个不字,因为这是我欠她的。 从一开始交往,我就知道夏冬有一个供她读书的姐姐。 夏冬从很小的时候便没了父母,这些年来一直是她跟姐姐相依为命, 高三那年,姐弟俩考取了同一所大学。 夏真真为了她,毅然地撕掉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踏上南下打工的列车。 从那以后,在夏冬心目中,姐姐就成了无可替代的人。 我知道多说无意,便不再管他们姐弟的事。 光生活习性还是次要的,大不了我请终点工多打扫几遍, 夏冬也很勤快,每天下班回来都抢着做饭。 我大部分时间又待在公司里,能避免不少矛盾。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夏冬每天下班一到家,就被她姐拉去房间, 两人也不知道聊些什么,一聊就是好几个小时。 为了家庭和睦,我一忍再忍,可他们聊天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时间也越来越长,有时候甚至是聊到半夜三更。 正想着,夏冬已经从她姐房间出来了。 怎么样?你问到了吗?你姐真怀孕了? 孩子是谁的? 我躺在床上,换上了新买的睡衣,笑意盈盈地看着夏冬。 结婚三年,今年我们也有了要孩子的打算, 只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她姐在旁边的原因, 夏冬在这件事上一直有些敷衍了事。 夏冬没有看我,静止地走到窗边,点燃一根烟。 老婆,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我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烟,皱眉,不是说好最近不抽烟了吗? 她摁灭烟头,眉宇间闪过一丝烦躁。 我姐的确怀孕了,但关于孩子爸的事,她不肯说。 说到这里,夏冬抬头看向我,咬了咬牙,像是终于鼓起了勇气。 老婆,我姐她执意地要生下这个孩子,可她现在一没工作,二没成家, 我想来想去,决定把这个孩子过继到我名下,我们来养。 我听得一脸猛,并没有理解她话里的意思。 你是说你姐她要当单亲妈吗? 不是的,夏冬更正,这个孩子以后过继给我们的话,孩子的一切由我们负责,我们就是孩子的爸妈。 这下我明白了,但却并不能接受。 为什么要过继给我们? 如果你姐非要生下这个孩子,我们作为一家人,互相帮衬是应该的,可为什么要过继给我们? 夏冬,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的,我们不是正在备孕吗? 夏冬解释,我知道,可你现在不是还没怀上吗? 我姐先有了,我们就先养着。 老婆,你知道的,如果没有我姐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不管她,这是我欠她的。 又是这句话,我早就听够了。 你欠她的,可我不欠她,我怒声地打断她的话,夏冬,你姐在我家住了两年,每天犯来张口,一来伸手,已经够了。 现在还要造出一个孩子来,让我去伺候,你觉得这合理吗? 老婆,你别生气,你先听我说。 她放软了语气,走过来想要抱我,我知道你现在一时半会儿还接受不了,但我姐现在还没成家,就这样凭空地多出来一个孩子,对她的名声不好。 名声,我一把将她推开,如果她真在意名声,就不会一意孤行地生下这个孩子,还是说孩子爸是什么见不了人的人,让她不得不独自地承担这一切。 夏冬一开眼神,声音有些不自然,凌落,只是一个孩子而已,你怎么就说不通呢? 虽然是过季到我名下,但我姐肯定不会不管的。 你还跟以前一样,该上班上班,该休息休息,孩子的一切由我负责,绝不会拖累你半分。 我觉得这简直太可笑了,好像今天才认识夏冬这个人。 夏冬,亏你还受过高等教育,你以为现在养一个孩子这么容易,只管他有口饭吃就行了。 你也说过,你姐现在一没工作,二没成家,她总归要嫁人的,她嫁人以后,这个孩子谁管? 孩子的监护人是我们,我们就有这个责任,有这个义务去管。 从小到一张尿不湿,大到她的学习,教育,就业方向,一件都马虎不得,这不只是一个孩子,这是一辈子的负担。 夏冬冷笑,负担。 你不就是怕担责任吗? 但是凌落,你口口声声地说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可你这备孕都快一年了,孩子呢? 为什么一直没有动静? 而我姐偏偏在这个时候怀孕了,你有没有想过,或许这就是天意? 你什么意思啊? 夏冬,我觉得这简直是太荒谬了。 你现在是什么意思? 是怀疑我有问题吗? 我为什么一直没怀上,你心里没数吗? 一个月里,你有半个月时间待在你姐房间里,我跟鬼怀去啊。 夏甄甄怀孕一事彻底地成了我们之间的导火索,我跟夏冬在房间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争吵。 她自始至终觉得不过一个孩子而已,是我小题大做了,我觉得她不理解我,向她吼出了这两年来受尽的所有委屈。 最终,我哭着跑出了家门。 真的,我当时心里就只有一个念头,这个家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太令人窒息了,谁愿带谁带去吧。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为了夏甄甄而争吵,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要她下甄甄在我们家一天,我跟夏冬就别想好过。 我一口气跑出了小区大门,外面的天很黑,还下着小雨。 寒风似刀子般地搁在我脸上,很痛,可那也比不上心里的痛。 我从19岁第一眼见到夏冬,就被她身上那股淡淡的忧愁所吸引。 她跟我之前见过的所有男孩子都不一样,她努力上进,勤奋刻苦,话不多,却有着自己清晰的目标。 她总是独来独往,从不会因沿途的风景而停留。 我一直跟在她后面,跟啊跟,跟啊跟。 后来她终于注意到我的存在,我们从牵手开始,一步一步地走到大学毕业,然后结婚。 我们在一起七年了,她早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我爱她,所以一直忍受着夏甄甄的无理取闹。 可她呢?她究竟把我放在了什么位置? 转过身,身后空无一人,她没有追上来,也不会追上来,她现在满心满眼都是她怀孕的姐姐。 我又算什么呢? 脑海里不由自主地浮出我们第一次吵架的场景,也是因为夏甄甄。 一年前,我同事给夏甄甄介绍了一个对象,那男的在货运公司上班,有房有车,前两年老婆因病去世了,也没有孩子。 这样的条件,对没有学历,也没有工作的夏甄甄来说,应该算是一个不错的对象。 当天回家,我便把这件事跟她讲了。 谁之话刚说到一半,夏甄甄突然将筷子一摔,起身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林洛,你就这么想赶我走? 我住我弟弟家,到底爱你什么事了? 我被他突然地发飙吓了一跳,愣愣地解释,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我就是觉得那男的条件还可以。 条件还可以,你怎么不去嫁? 你自己去嫁呀,你也知道夏东好,想把我赶走,一个人霸占他是不是? 这都什么跟什么呀? 我还没反驳,他已经打开家门跑了出去。 夏东回家后,听说了这件事,立马把我训斥了一顿,问我为什么不让着他姐一点。 他姐从小在乡下长大,从没在这样的大城市生活过, 要是出了什么事,他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训完便跑出去找人去了。 我觉得,夏东太小题大做了,夏珍珍这么大一个人了,还能走丢不成, 但还是忍着委屈,跟出去找了。 小区有两道门,夏东走的前门,我去的后门。 那天,我一直在街上找到凌晨一点,后来实在没力气了, 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到家,就见夏东跟夏珍珍并肩地坐在沙发上, 面前的桌上还摆着香喷喷的烤串。 两人有说有笑,画面和谐,我看着自己被磨出血的双脚, 那一刻,突然觉得无比委屈,蹲在地上大哭起来。 那是我们第一次争吵。 尽管后来,夏东一再地跟我解释, 他是因为手机没电了,才没通知我已经找到他姐了的。 他的手机没电了,夏珍珍的手机也没电了吗? 再说,家里不是还有坐机吗? 我合理地怀疑,是夏珍珍故意地不让他跟我联系的。 他夏珍珍就是看不惯我跟他弟好,他嫉妒,他心里不健全。 后面发生的事,不但向我证实了这一点, 还让我知道了另一个可怕的事实,夏珍珍她一直想要取代我。 那晚,我打车回了娘家,刚到小区门口, 便看到一道熟悉的身影从我面前走过。 那是一个微胖的中年男人,撑着伞,走路一拳一拐的。 背影看上去很是熟悉。 我以为是自己眼花了,并没有多想。 等我付好车钱走进小区,又再次看到了那个男人, 他正在保安室做登记。 这一次,没有伞的遮挡,我清楚地看见他的五官, 那一刻,我如坠冰窖,是人之信。 夏珍珍死了两年的前夫,他怎么还活着? 我亲眼看着他下葬的,这怎么可能? 我不由自主地提步追了过去, 刚好一辆小车驶进小区,挡住了我的视线。 我一直等小车开走,这才追进保安室。 里面的人早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个看门的老爷爷, 爷爷是看着我长大的,见到我时还打了声招呼, 这么晚了,回你爸妈家呀。 我点头,向他打听刚才登记的男人。 他指了纸桌上的登记表,让我自己看。 登记的最后一行,赫然地写着人之信的名字。 我回我爸妈家已经很晚了,他们见我一个人, 又没有打伞,用脚趾头,想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又是因为夏珍珍。 我妈问。 我点头,将夏珍珍怀孕, 夏冬还想把孩子过记到我名下的是一五一十地说了。 这深更半夜的,他就这么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我妈听完,不由得深深地叹息一声。 我爸摇头,随手拿了一件外套就要出门, 他夏冬当时是怎么向我保证的。 现在却为了一个姐姐一再地委屈我的女儿, 我今天非找他讨个说法。 被我一把拉住, 爸,你别去了,我就想一个人静静。 我妈也劝, 老头子,夜深了, 先让落住下吧,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爸妈已然老了, 我看着他们夹边悄然地长出了白发, 鼻子不由得一酸。 是我不孝, 这么大了,还让他们担心。 当初, 因为我执意地要嫁给夏冬, 伤透了他们的心。 夏冬虽然努力上进, 但毕竟是农村出来的, 没有家里的帮衬, 要在一座大城市立足并不容易。 父母心疼我, 怕我嫁过去吃苦, 可又降不过我, 只好拿出养老的钱, 给我付了房子的首付, 还没让夏冬拿一份彩礼钱。 用我爸的话来说, 他一再地妥协, 不过是希望我能过得幸福。 可我怎么就把日子过成这个样子了? 我想到离开前, 夏冬一脸地笃定, 他是非要养, 令孩子不渴了, 眼前就不由得一阵模糊。 晚上的时候, 是我跟我妈一起睡的。 他问我, 夏冬是不是还老往他姐房间跑? 我点了点头, 我妈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洛儿, 凡事多留个心眼, 这世界之大, 无其不由。 我震惊于我妈的想法, 立马否定, 不可能的, 我了解夏冬, 她不是这种人。 我也希望, 是我想多了, 我妈叹息, 那一夜, 我失眠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便让我妈陪我去了一趟医院, 昨天吵架时, 夏冬脱口而出的话, 终究还是影响到我了。 我要去看看, 到底是不是我的身体有问题。 刚检查完出来, 便看到夏冬举着一大树鲜花, 站在医院门口等我。 他诚恳地道歉, 说昨天都是他的错, 是他忽视了我的感受, 不该跟我吵架, 希望我能原谅他, 跟他回家。 那你姐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 我问。 她低下头, 我姐非要生下来, 我也没办法, 只希望她以后能遇到一个 愿意接受她孩子的男人, 老婆我不能没有你。 她的双眼似乎还泛着泪花, 我妈把我拉到一边, 她说, 洛, 在那个家, 该走的人从来都不是你。 我明白我妈的意思, 又让夏冬向我保证, 以后不准在夏冬甄的房间, 待到三更半夜, 我们俩才是夫妻。 夏冬连连点头, 说以前都是他不好, 忽略了我的感受, 以后绝不会这样了。 我最终妥协, 跟他回了家, 刚到家, 便看到夏甄甄盘腿 坐在沙发上, 面前的桌上摆满了零食, 地上全是垃圾。 听到开门声, 他头也没回得开口, 还知道回来啊, 我以为你不管我了呢。 夏冬, 我现在肚子里可还怀着, 回头注意到我, 脸色立马一变, 你怎么来了? 我没有理他, 静止地换鞋进了屋。 他却并不消停, 跑都跑了, 还回来干啥? 有本事往外跑, 没本事在外面生活啊。 我正想答话, 夏冬已经抢先一步地 拦在了我面前。 姐, 你饿了吧?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夏甄甄咬牙, 你就这么怕他? 你见哪个男人 整天没事围着灶台转的? 进厨房, 那是女人的事。 说完, 还有意无意地瞥了我一眼。 我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花瓶, 将手里的鲜花插了进去, 漫条丝里地开口。 既然你认为进厨房 是女人的事, 那今天就把厨房让给你吧。 正好你来, 我家也两年了, 我还没见你下过厨呢。 夏甄甄火了, 起身指着我的鼻子骂道, 林洛, 你什么意思? 我现在可还怀着孕呢, 你让我一个孕妇 去给你弄吃的, 也不怕吃了掉牙, 那就都不要吃好了, 反正我们已经 在外面吃过了, 老公, 回房睡觉。 我说完, 拽着夏冬的手 准备离开。 你敢, 夏冬, 你今天敢跟她回房, 夏甄甄上来就要抢人。 我一把江夏冬 拉到了自己身后, 你抢我男人干嘛, 有本事, 自己到外面找去。 知道的说你是她姐, 不知道还以为 你是她养的小呢, 没事就爱站着她, 还要不要脸了? 夏甄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 只得跺脚朝夏冬喊, 夏冬, 你还管不管了? 你就任由她一个外人, 这样欺负你姐。 老婆, 夏冬拉了拉我, 我打断她的话, 你闭嘴, 跟我回房。 然后狠狠地叫门一关, 留夏甄甄一个人, 在外面西斯底里。 房间里, 夏冬听着外面的哭声, 面露不忍, 老婆, 我们这样不好吧, 我姐她, 她还怀着孕呢。 她怀的是你的孩子吗? 我问, 夏冬一愣, 结结巴巴, 你, 你胡说八道什么呢? 那要你管这么多? 夏冬, 我今天就把话料这里了, 你今晚要是敢走出这个房间, 我们明天就去民政局。 夏冬瞧了我半晌, 见我不像是开玩笑, 这才搭拉着脑袋坐了下来, 没说一个字, 也没再出去。 我以为她妥协了, 或是终于在我跟夏甄甄之间做了选择, 心里还有些小庆幸, 没成想等睡醒一觉半夜醒来, 下意识地伸手往旁边一摸, 凉的, 夏冬又不见了。 我赶紧起床, 卫生间没人, 客厅也没有。 只夏甄甄房间的灯还亮着, 里面隐约地传出一阵阵, 让人脸红心跳的暧昧声响。 我整个人呆立在原地, 脑子里像有什么东西怦然炸裂, 一片空白, 什么也思考不了了, 只下意识地伸手要去推门, 门从里面反锁了, 房内的声音还在继续。 我像个傻瓜一样地站在黑暗里, 不知道究竟过去了多久, 思绪终于慢慢地归位, 颤抖着双手, 从旁边的柜子里取出了备用钥匙。 不知是因为紧张还是害怕, 钥匙一直对不准钥匙孔, 脑海里总是情不自禁地浮出一些乱七八糟的画面。 可我就是打不开门, 越紧张越乱, 要是被我摇得叮当作响。 正焦急时刻, 门突然从里面拉开了。 夏冬抱着夏珍珍出现在门口, 老婆你干嘛? 我姐身体不舒服, 我要带她去医院。 夏珍珍躺在夏冬怀里, 脸埋在她胸口, 正呜呜员员地喊肚子疼。 我看着这一幕, 说不清心里是松了一口气, 还是更难受了。 夏冬没有等到我的回答, 直接抱着夏珍珍离开了。 我站在原地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跟了上去。 医生检查完说没什么大碍, 多注意休息就好了, 又叮嘱说她是孕妇, 尽量不要让她动气, 也不要乱吃东西。 可夏珍珍一直喊肚子疼, 医生只好给她开了住院单, 准备做进一步的检查。 林洛, 你回去给我收拾衣服, 有夏冬在这里陪我就好了。 刚办理好住院手续, 夏珍珍便躺在床上, 指使我离开。 老婆, 你先回去吧, 给我姐拿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这里有我就够了。 虽然我觉得夏冬一个大男人留在这里不方便, 可我更不想留在这里, 便自行地先离开了。 回家给夏珍珍收拾衣服的时候, 我的心绪一直有些不宁, 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回忆, 昨晚推开门看到的一幕。 夏冬明明都答应我了, 不再轻易地踏进她姐的房间, 昨晚她又是什么时候离开的。 手不小心碰落床头柜上一小盒子, 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 竟然全是避孕套。 琳琅满目, 各种口味的都有, 有几盒还是已经开封过的。 这…… 夏珍珍虽然跟我不对付, 这两年却没有领过任何男人回家, 这一点我非常肯定。 我一直以为她还沉浸在 失去王夫的悲痛之中, 所以才会在得知她怀孕后如此惊讶。 那这些东西又是给谁用的? 我突然想到我妈的话, 又下意识地摇头,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但在这个家里, 确实只有夏冬一个男人, 他还经常在这个房间 待到三更半夜。 我不敢再想下去, 只下意识地去翻其他的柜子, 想找到别的男人在这里生活过的痕迹, 以此来说服自己。 相片, 全是相片。 夏珍珍跟夏冬的合影, 从小到大, 姿势也越来越亲密。 我看着那些相片, 每一张相片里的夏珍珍 都笑得一场开心, 夏冬陪在她身边, 俊男美女, 天生一对。 我越看越难受, 找来一把剪刀, 疯了一样地剪着那些相片, 企图将两人分开。 我剪啊剪, 好像怎么也剪不完, 他们怎么有那么多合影的? 一本红色的结婚证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 从那些旧相片里脱颖而出。 我以为是夏珍珍跟她王妇的结婚证, 所以并没有在意, 随意地往旁边一丢。 结婚证掉在地上, 打开, 露出里面夏珍珍与夏冬的合影, 两人肩并着肩, 笑得那叫一个阳光灿烂。 我当场愣住, 整个人犹如被雷劈, 半赏缓不过神来。 那是夏珍珍与夏冬的结婚证。 夏珍珍跟夏冬的结婚证, 怎么可能? 我以为自己眼花了, 或是受的打击太大, 产生了幻觉, 直觉地拾起那本结婚证, 翻来覆去地看。 我翻来覆去地看, 终于看出了一丝破绽。 结婚证上没有刚印, 是伪造的。 除了相片, 所有的一切都是假的。 可夏珍珍 为什么要伪造这个? 我看着这满地的碎相片, 一个想法慢慢地在脑海里成形。 就在这个时候, 我的手机响了, 是一场串陌生的手机号码。 我犹豫着接启, 临落, 声音异常熟悉。 你是, 我是人之信。 我的手机从手心滑落, 摔在了地上, 手机里的声音还在持续。 是的, 我没死, 但夏珍珍以为我死了, 所以她才心安理得地跟夏冬在一起, 还怀了她的孩子。 临落, 我没想到, 你竟然大度到能接受他们的孩子。 哈哈, 我听着手机传出来的风言风语, 在结合地上那些被我剪得乱七八糟的相片, 感觉整个世界都颠覆了。 我不相信, 这不可能。 你到底是谁?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我不相信, 你不信我关系, 你大可以去问问夏珍珍, 问她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 不过, 我劝你, 最好不要打草惊蛇, 否则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 临落, 如果你还想知道真相, 就亲自去夏家村一趟吧, 那里会有你想要的。 说完这些, 那人便直接挂了电话。 我听着手机里嘟嘟嘟的盲音, 头疼得快要炸裂, 下意识地拾起地上的结婚证揣进口袋里, 然后跑去了医院。 在出租车上的时候, 我稍微地冷静了一些, 拿出手机, 试图重新拨打刚刚那个电话, 但是对方已经关机了。 我又想到, 上次在保安室看到过的登机表, 上面除了人之信三个字, 也留了电话号码。 我当时还用手机拍了下来, 我从相册里翻出那张相片, 仔细地核对了一遍, 两个号码一模一样。 所以, 手机里面的人真的是人之信, 他还活着, 那他说的那些话是真的吗? 医院里, 夏冬出去买早餐去了, 只有夏珍珍一个人躺在病床上, 他见我过去, 习惯性地冷哼了一声。 你也看到了, 只要我勾勾手指, 夏冬立马就会回到我身边来, 凌落你在他心目中什么也不是。 我揣紧了口袋里那本结婚证, 犹豫着要不要当场甩出来。 夏珍珍还在继续, 实相的话, 你还自己离开吧, 你配不上夏冬的, 他会跟我一起抚养我肚子里的孩子, 我们才是一家人。 我想到人之信在手机里的提醒, 故作天真的开口, 可是, 你是他姐, 你们总不能在一起一辈子吧? 我不是他姐, 夏珍珍怒吼, 我的手心开始冒汗, 他立马改了口, 我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凌落, 你才是闯入者, 在你没来之前, 我们明明生活得很好, 是你拆散了我们, 我们夏家不欢迎你, 你从哪里来的, 就滚回哪里去吧。 夏珍珍, 我看着他, 镇定地开口, 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再会半夜醒来吗? 这是我第一次直呼他的名字, 以前我就算再讨厌他, 也跟着夏东喊他一声姐姐, 他却并不在意, 你什么时候醒来, 关我什么事, 我只要你离开夏东, 再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 我说, 因为我昨晚梦见人之信了, 你的前夫, 他的声音戛然而止, 脸色也渐渐地变得苍白起来。 我继续, 我梦见他浑身是血, 他求我救他, 说他死得好惨, 他不甘心, 还说他的死不是意外, 而是有人故意地谋划。 你闭嘴, 夏珍珍一脸紧张地打断了我的话, 你再胡说八道, 你给我滚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他将病床边的水果, 一个一个地朝我扔过来, 我却并没有停止, 我是被吓醒的。 夏珍珍, 两年了, 你有梦见过人之信吗? 他以前那么爱你, 你说他会不会舍不得你, 然后回来找你, 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你闭嘴, 你不要再说了, 他用双手捂住耳朵, 将自己藏进被子里, 瑟瑟发抖。 我看着他, 那一刻好像明白了所有。 病房的门被推开了, 是夏冬, 他手里还提着夏珍珍爱吃的早餐。 姐, 姐, 你怎么了? 姐, 姐, 你别怕, 我回来了, 她的脸上全是担忧。 以前这些担忧, 明明是属于我的, 自夏珍珍住进这个家开始, 一切都一主了。 老婆, 你跟我姐说什么了, 她怎么会怕成这样的? 夏冬问, 我笑笑, 我就说了, 我做了一个梦而已。 夏冬, 夏冬, 夏珍珍看到夏冬回来, 不顾一切地扑进了她怀里,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夏冬, 你让她滚, 你赶紧让她滚, 再也不要出现, 我害怕。 老婆, 你能不能先夏冬一脸为难地看着我。 我点了点头, 说了一句, 我懂了, 然后转身离开了病房。 走出医院大门, 我被外面的风一吹, 眼泪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我的七年, 原来真的什么也不是。 我订了一张回夏家村的车票, 那里是夏冬的老家, 有我要的真相。 夏家村, 位于市区两百多公里外的一座大山里。 那里果真如夏冬所说, 是个山清水秀, 绿树环绕的好地方。 我们上大学时, 夏冬就曾说过, 等我们以后老了, 退休了, 就回老家建一所大房子, 在院子里种种树, 养养花, 闲时听雨落, 醉里看花飞。 一起从前, 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 明明曾经那么要好的两个人, 说好了要一起变老, 怎么一夜之间全都变了。 那些最深的爱成了最真的痛, 这世上到底还有什么值得我去相信。 我到达夏家村的时候, 已经临近黄昏, 村门口稀稀疏疏地站着几位老人。 我向他们打听夏冬家的地址, 却是一问三不知。 他们说村里没有这个人。 我不信, 村子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去了, 留在这里大多都是些上了年纪的老人, 他们甚至连普通话都不会说。 或许是我没表达清楚, 我安慰自己。 然后继续寻找, 终于在天快黑时找到了一位大婶, 我从手机里翻出夏冬的相片问他, 大婶, 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叫夏冬, 是你们村唯一的大学生, 你知道他住在哪里吗? 大婶只看了一眼便点头, 你是说夏卫国呀? 他就住在村东。 夏卫国? 他不是叫夏冬吗? 怎么连名字都改了? 大婶领我去了村东, 一路上还非常热情地 跟我介绍了本地的乡土人情, 说夏卫国读书有出息, 考到外面去以后, 给家乡捐了不少钱, 村口的篮球场就是他捐的。 我一路听着, 又问了他一些关于夏冬姐姐的事, 大婶却是一脸的奇怪, 你真认识卫国? 卫国没有姐姐呀, 他是家里的独子, 夏珍珍不是他姐。 什么夏珍珍? 我听都没听过, 大婶一脸迷茫。 正说着, 我们已经到了夏冬家门口, 木栅栏围城的就院落, 屋内吹烟鸟鸟, 里面似乎有人在做饭。 夏冬不是说他父母早就去世了吗? 那里面做饭的人又是谁? 大婶替我敬我敲了门, 来开门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 他看着我, 眉眼弯弯, 阿姨, 请问你找谁? 我当场愣住, 这个男孩, 他有着跟夏冬一模一样的眉眼。 我见过夏冬小时候的相片, 两个人几乎是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他是谁? 阿姨, 你找谁? 小男孩子又重复了一遍。 我回过神来, 声音有些颤抖。 请, 请问夏冬, 夏卫国师住在这里吗? 小男孩点头, 脆声声地答了一句, 夏冬是我爸爸,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正说着, 院内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 栗子, 是谁在外面? 被换作栗子的小男孩回答, 一个漂亮阿姨, 她找我爸爸。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 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一脸警惕地盯着我, 你找夏冬做什么? 他搬去了城里, 不住这里了。 我,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打钱来, 恭敬道, 我是夏冬大学时期的朋友, 他曾在大学里帮过我, 我现在是来找他还钱的。 老人看了一眼我手里的钱, 又一开眼神, 他现在不住这里, 你有事直接给他打电话吧。 说完, 准备关门, 我赶紧拦住, 等等, 我不知道他的号码, 也联系不上他, 只知道他老家的地址, 所以才会找过来的。 老人家, 既然您认识夏冬, 能不能请您帮我把这些钱带给他? 银发老人看着我手里的钱, 脸上浮出犹豫。 我又从口袋里掏出几张钞票来, 诚恳道, 老人家, 这些钱就当作是您的酬劳, 现在天色已经晚了, 能不能留我在这里住一晚。 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老人收了钱, 客气有礼地请我进了屋, 还给我倒了一杯茶, 然后继续忙碌去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 打开夏冬的照片, 问栗子, 这是你爸爸吗? 栗子点头, 我手指一滑, 滑出夏甄甄的相片, 又问, 那这个人你认识吗? 栗子惊喜地大叫, 这是我妈妈, 阿姨, 你见过我妈妈吗? 她现在在哪里? 你带我去找她好不好? 尽管这几天受到的打击已经够大了, 可真听见栗子对着夏甄甄 与夏冬喊爸爸妈妈时, 我的心里还是不由得一阵窒息。 夏冬瞒着我, 跟夏甄甄有一个七岁大的儿子, 而我跟他认识也才七年, 他还当着我的面, 一直喊夏甄甄姐姐。 可夏家村的人又说夏冬根本没有姐姐,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地变到了吃晚饭的时候, 老人很健谈, 在我的引导下, 他讲出了有关于夏冬家所有的事。 老人家姓龚, 是夏冬特意地找来照顾丽子的。 我给他看我手机里夏甄甄的相片时, 他脱口而出了另一个名字, 龚小丽。 龚小丽从小跟夏冬一起长大, 算是青梅竹马, 两家甚至已经订好了娃娃亲。 在龚小丽五岁的时候, 她的父母不幸在一场洪水里丧生, 从此龚小丽成了孤儿。 夏家父母于心不忍, 便将她接到了夏家, 两个孩子一起养着, 村子里的人还经常拿着是开夏冬的玩笑, 说她爸妈给她养了一个童养媳。 龚小丽长大后是要给夏冬当媳妇的。 久而久之, 就连龚小丽自己也有了这种认知。 直到夏冬的父母意外的去世, 那一年, 龚小丽跟夏冬都考上了重点大学。 龚小丽为了让夏冬能安心地上学, 自己悄悄地撕掉了录取通知书, 还要出去打工, 供夏冬读大学。 当时的夏冬非常感动, 在全村人面前承诺, 说等自己将来出人头地了, 一定回来娶龚小丽为妻。 龚小丽有了这个承诺, 心甘情愿地养着她, 挣钱供她读书, 甚至还给她生了一个儿子, 名换夏丽。 后来,夏冬大学毕业, 在城里找到了很好的工作, 第一时间回村接走了龚小丽。 但是由于工作还不稳定, 他们便把栗子留在了村子里, 找来了龚小丽的远房姑姑, 龚奶奶替他们照看着。 龚奶奶说, 卫国那小伙子不错, 富不忘本, 等他们攒够了钱, 是要接小丽子去城里生活的。 素子端着小板凳坐在一边, 也跟着点头。 是啊, 我爸爸上次回来看我时, 还给我带了好多玩具, 他让我要听龚奶奶的话, 说等他挣到钱了, 就回来接我。 我看着这一老一小满眼的憧憬, 突然不忍心打破他们的美梦。 第二天, 天还没亮, 我便提着包, 悄悄地离开了夏家村。 回到市区, 我第一时间去了律师事务所, 咨询了离婚一事, 还起草了一份协议。 医院也打来电话, 说我上次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让我有时间过去去。 上次, 我妈陪我去医院检查时, 出来遇见了夏冬, 当时连结果都没去, 直接跟她回了家。 这几天发生的事情又多, 如果不是医生提醒, 我都要忘了这茬子是了。 但现在, 似乎结果也没那么重要了, 婚姻都没了, 还有孩子干嘛。 我看了一眼医院的地址, 正好是夏甄甄住院的那一家。 我离开了两天, 夏冬没有打过一通电话, 我想到那些对我剪烂的相片, 只有一种可能, 这两天, 她根本没有回家。 她一直留在医院里, 照顾夏甄甄, 照顾他们未出事的孩子。 我捏紧了手里的离婚协议, 打车去了那家医院, 医生递过来一张单子, 微笑道, 恭喜你, 你怀孕了。 我的手一直缩着, 没敢去接, 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你的身体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肚子里已经有一个小生命了, 恭喜你, 医生将单子交到了我手里。 恭喜我。 我手里握着孕简单, 六神无主地出了医生办公室, 脑海里交替浮出夏甄甄与栗子的脸, 终于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 为什么偏偏是在这个时候。 我盼了这么久的孩子, 在我终于决定要和夏冬离婚的时候, 来到了这个世上。 为什么? 我想不通, 那么久的期盼, 那么多的日日夜夜, 要放弃吗? 我舍不得, 留下吗? 怎能甘心? 孩子的父亲是那样令人不堪。 我只要想到这两年里, 他跟夏甄甄一直以姐弟的关系相称, 却在我不知道的每一个深夜, 躺在我旁边的房间里行着苟且之事, 我就觉得恶心, 是真的恶心。 我趴在垃圾桶边上一阵狂吐, 吐完了笑, 笑完了又哭, 路过的人都奇怪地看我一眼。 他们一定觉得我是疯了, 我也觉得我快疯了。 不知道哭了多久, 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是人之信, 我麻木地接起, 他似乎是已经知道我从夏家村回来了, 他想跟我联手, 报复夏家姐弟, 还说我跟他一样都是受害者。 我面无表情地听着, 最后他问, 林洛, 你觉得这个计划怎么样? 我看了看手里的运简单, 沙哑地开口, 你让我考虑一下吧, 然后挂了电话。 我站起身, 我突然想我妈了, 我想回家, 回我爸妈家。 刚转过身, 便见夏真真怒气冲冲地 从走廊另一边赶来。 林洛, 你这个贱人, 他抬手就给了我一耳光, 你找我儿子干嘛? 你都跟他说了什么? 贱人, 你还是不是人, 连一个小孩子都不放过。 他还穿着医院的病服, 挺着略微凸起的肚子, 一脸的盛气凌人。 我看着他, 想到这两年, 我所有的忍让, 还有脸颊火辣辣的疼痛, 我突然不想再忍了。 抬手就划了他两耳光, 贱人, 这两个字, 应该我送给你才对吧? 你不是夏东姐姐吗? 为什么你的儿子, 又喊他爸爸, 你跟夏东行的是人是吗? 他捂着自己的脸, 一脸的不可置信, 你竟然敢打我? 说吧, 伸手还要还过来, 我一把将他的手腕掩住, 狠狠地往后一推, 打的就是你, 还要不要脸了? 以姐弟相称住在我家, 行的却是见不得人的苟且之事, 我打你算是轻的了, 把我惹毛了, 我把你们的事曝光发去网上, 让千人指, 万人骂。 夏珍珍听着听着, 突然笑了, 我跟夏东才是原配, 你就是个不要脸的第三者, 我跟他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是你从中横插一脚, 不要脸的是你, 挨骂的人也会是你。 我从口袋里, 掏出那份伪造的结婚证, 扔到了他脸上, 这就是你的青梅竹马, 连结婚证都要伪造, 还原配, 这样的男人我不稀罕, 你喜欢就拿去吧。 说着, 我就要离开, 他却上前一步地, 拦到了我面前, 是, 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 可你们的结婚证是真的, 具有法律效应, 你要是想跟夏东离婚, 就把房子过户给他, 否则的话, 我托也要托死你, 反正我现在有人伺候, 孩子也有人养, 我就天天住在你家, 隔硬死你。 我也笑了, 你大概还不知道, 这世上还有重婚 最跟骗婚一词吧。 说着, 我从包里拿出那份 早就你好的离婚协议, 举起, 看清楚了, 协议我早就你好了, 我不会让你们拿到一分钱, 还会亲手送下冬进去吃牢饭。 你不是喜欢这个男人吗, 那就等着他呀, 等他从里面出来后, 顶着有前科的头衔, 找不到工作, 然后带着你一起回乡下种田。 随着离婚协议一起掏出来的, 还有刚刚那份孕简单, 单子落在走廊上, 也落在夏甄甄的面前。 他的脸在看清单子上面的报告时, 骤然一变。 你, 你也怀孕了。 我不想再多跟他废话, 蹲下身子, 捡起地上的单子, 准备离开。 就是那一瞬间的事, 我刚捡起单子还没起身, 抬头就见头顶的夏甄甄露出一个十分得意的笑容, 然后猛然伸出手一把推向我。 我蹲着, 他站着, 身后是几十极高的台阶。 千军一发之际, 我反手一把抓住了他身上的衣服, 两人一起从楼梯上滚了下去。 我的孩子没有了, 在我才刚知道他的存在不到一个小时里, 被夏甄甄亲手杀死了。 他肚子里的孩子也没有了, 因为月份大了, 随着孩子一起失去的, 还有他的子宫。 他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躺在病房里又哭又闹, 是夏冬一直跑前跑后地安慰他。 完全忘记了另外一间病房里, 还躺着刚做完手术的我。 我躺在病床上给人之信去了一通电话, 答应了他的提议。 然后, 我挑了一个风和日丽的早上, 一步一步地走向夏甄甄的病房。 夏冬不在, 他出去买早餐去了。 我失去孩子后, 他来看过我几次, 脸上有悔恨也有憔悴。 他安慰我, 说我们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自己的孩子。 他并不知道我已经知道了 他跟夏甄甄之间的事。 夏甄甄没有告诉他, 而我也不想再多跟他废话, 几次将他赶出病房。 他索性以此为由, 安心地照顾夏甄甄。 今天, 我主动地给他打电话, 说突然想吃灌汤包了, 让他出去给我买, 要二借那家包子铺的。 他一离开, 我便过来了。 夏甄甄一看到我, 情绪立马变得激动起来, 你还有脸来这里, 我这里不欢迎你, 你给我滚, 滚出去, 我不想看到你。 他脸色苍白, 手背上还挂着吊针, 这样看上去, 的确比我更需要人照顾。 以前我不明白, 为什么夏甄甄会如此讨厌我, 我已经尽我所能地在对他好了, 一直忍受着他的无理取闹, 还把自己的首饰衣服跟他分享, 教他化妆。 现在我明白了, 他一直以为是我抢了他的夏冬, 所以他恨我, 他想要夺走我的一切。 可是, 我想看到你啊, 我亲爱的姐姐, 我微笑着, 端了一把椅子, 来到他面前坐下。 谁是你姐姐? 你不要瞎叫, 你给我滚, 滚出去。 夏冬, 夏冬, 你把他赶出去。 夏甄甄对着外面大喊, 你别叫了, 夏冬是不会进来的, 是他让我来找你的。 他跟我说, 他早就不喜欢你了, 是你一直缠着他, 等你出院了, 就把你送回夏家村, 再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 他是不会跟我离婚的, 你觉得你真的过我吗? 我不相信, 我不信, 你给我滚出去。 他气急, 想要从床上爬起来打我, 却因为虚弱的身体, 重重地摔在了地板上。 他的身上缠满了输液管, 挣扎不脱。 我看着他淡淡地开口, 还是说, 夏冬给你承诺了, 说他会离婚娶你。 他脸上的表情一点点得按下去, 却还是嘴硬, 他爱我, 他爱我, 我们认识二十几年了, 我们之间的感情, 不是你一个诚实小姐能明白的。 我缓缓地向他逼近, 他爱你, 还要跟我结婚。 他只是为了你的房子, 你的钱。 我低下头, 我有房子, 我有钱, 可你没有, 你什么也没有, 他甚至都不敢当着外人的面承认你。 他的额头慢慢地进出汗珠来, 伸手想要打我, 你给我滚。 我一把握住他的手腕, 压低了声音, 夏珍珍, 我昨晚又梦见人之信了, 你猜他跟我说了什么? 我看到他的表情由愤怒转为惊恐, 蜷缩着往后挪了一步, 我不管他跟你说了什么, 我只要你现在给我滚出去, 你给我滚。 他跟我说, 他死得很冤, 怨气不散, 一直没有办法转世, 想找个人下去陪他, 他最爱你了, 这人非你不可。 他还跟我说, 害死他的人就是你, 他让我问你, 你为什么要杀他? 明明, 他对你那样好。 你胡说八道, 夏珍珍尖叫, 不停地往后退, 你闭嘴, 你给我闭嘴。 我看着他狼狈不堪的模样, 突然笑了, 没想到你也有害怕的时候啊, 现在可还太早了, 更可怕的还在后面呢, 人之信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不会放过你的。 我说完这些便离开了, 让他在后面疯了一样的尖叫, 咒骂。 我没有回头, 因为我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果然, 半夜的时候, 夏珍珍悄悄地从床上爬起来, 换上帽子, 口罩, 还戴上了手套, 一个人悄悄地穿过无人的走廊, 来到了我的病房前。 我知道, 在他宽大的衣服下面, 藏着一把锋利的军刀。 人之信找那把军刀已经很久了, 我一直跟着他, 看着他走进了我的病房, 然后轻轻地关上了房门, 看着他一步一步地往我的床榻走去, 从怀里掏出军刀, 猛然地刺了进去。 一刀又一刀, 每一刀都用尽了全力。 窗外席卷起一阵冷风, 一道白色的影子从窗外划过, 很快地又消失不见。 随之想起的, 还在认知性充满怨气的声音, 老婆, 你终于来了, 我等了你两年, 你一次也没来看过我。 声音空灵, 配上窗外呼呼风声与白影, 在这寂静的深夜, 显得格外诡异, 但却真真实实地, 是人之性的声音。 夏真真自然也听出来了, 她猛然抬起头, 这才发现自己刚刚刺的 不过是一个玩偶。 谁? 是谁在说话, 她四下张望, 不停地后退, 退到门边想要逃, 却发现房门早被反锁了。 她又回过头, 拿着军刀四处笔划, 林洛, 是不是你搞的鬼? 你出来? 你给我滚出来。 她摸到墙上的开关, 想要打开灯, 可不管怎么按都没有反应。 窗外那道白色的影子 越晃越快, 月亮也被吓得 躲进了云层里, 就在这时, 一道血手印 突然出现在玻璃窗上。 砰的一声, 窗户被风吹得 重重地关上, 屋内再次陷入漆黑, 可怕的黑暗。 啊, 夏真真尖叫一声, 吓得直接坐在了地板上, 人之心的声音还在继续。 老婆, 你害我害得好苦, 为什么? 为什么? 我那么爱你, 你却要我的命, 为什么? 老婆, 你下来陪我好不好? 你下来陪我吧。 阴线拖得很长, 外加那些故意地 制造出来的假象, 让人闻之惊恐。 夏真真缩在角落里, 不停地摇头, 你别缠着我, 别缠着我, 我知道错了, 我给你多少点钱, 你赶紧去投胎吧。 我投不了胎,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啊, 老婆,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 我明明那样爱你, 我那样爱你。 夏真真色缩着, 颤抖着, 在人之性的强烈逼迫下, 不知不觉地 将那晚发生的事 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那天晚上, 任之性提前下班回家, 无意中撞见了夏真真 跟夏东之间的丑事。 任之性大叫着, 要杀了夏东, 是夏真真拼命地拦着, 夏东走了, 夏真真却差点被任之性打死, 最后, 她什么都交代了。 她跟夏东并不是兄妹, 而是只差一张结婚证的夫妻, 她爱夏东, 为了她的虔诚, 连自己的婚姻也可以搭进去。 只因为她的那一句, 等我处理好一切, 就来接你, 公开我们的关系, 在此之前, 我们不能打草惊蛇, 你只能是我的姐姐。 可人之性接受不了啊, 她跟夏真真结婚, 是真的想要成一个家, 她一直对她很好, 全心全意地在位这个家。 现在夏真真却告诉她, 这一切都是假的, 是一个骗局, 她嫁给她, 不过是为了隐瞒 跟另一个男人的关系。 她觉得自己受了欺骗, 她要报警, 她要曝光这两个人, 说他们这是骗婚, 这是骗婚啊。 夏真真当时哭着求她, 说知道错了, 她留下来安心跟递她过日子, 只求她不要报警, 再给她一次机会。 还亲手给她温了一杯牛奶, 夫妻一场, 人之性心软了, 接过那杯牛奶, 答应不再提起这件事, 只要她们好好的, 也会有自己的孩子。 也就是那杯牛奶, 差点要了人之性的命。 夏真真事先在牛奶里放了安眠药, 那一晚, 人之性睡得很熟, 夏真真拿出那把军刀, 在床上连刺了她七八刀, 然后还亲自开车, 把她送去了几十里外的山谷。 可毕竟是第一次杀人, 那些刀没有一刀是致命的。 丢掉人之性后, 便急冲冲地回了家, 将家里处理干净后, 第一时间给夏东打电话。 面对夏东, 他并没有隐瞒, 他是为他而杀的人。 夏东在心里挣扎了一个晚上, 最终决定帮夏真真隐瞒, 说人之性是意外身亡, 还替他打理好了后事。 人之性是孤儿, 身边也没什么亲戚朋友, 所以也没有人会追究。 可人之性并没有死, 他被山上一户好心的庄稼人给救了, 他在那里休养了将近一年, 闲闲地捡回一条命, 只是废了一条腿。 说完这一切, 夏真真像是终于解脱, 无力地贪卵在地, 只嘴里还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而就在这个时候, 病房里的灯突然被打开了, 原本黑漆漆的房间瞬间亮如白昼。 我跟人之性从窗帘后面走了出来, 所有的一切都是人之性策划好的, 包括我早上去病房, 故意地激怒夏真真, 让他对我起杀心。 没想到吧, 夏真真, 我们今生今世, 竟然还能见面, 人之性看着他, 缓缓地开口。 夏真真摊坐在地上, 全身上下只有嘴还在动, 一张一合, 你没有死。 我没有死, 但是你的死期到了, 人之性说完, 打开了紧锁的房门, 早就守候多时的警官, 从外面冲了进来。 他们将夏真真制服, 取走了他手里的军刀。 夏真真没有反抗, 只死死地盯着着人之性, 最后他的目光猛然依向我, 大喊, 林洛, 又是你, 全都是因为你,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他被带出了门, 抓捕的行动, 惊动了同一层楼的其他病人, 他们纷纷地从房间走出来看热闹, 那些人里面就包含了夏冬。 他看到我身后的人之性, 脸上浮出从未有过的震惊, 缓缓地后退了好几步, 拉着我的手, 喃喃开口, 老, 老婆, 发, 发生什么事了? 他, 他是谁? 我不动声色地, 抽回了自己的手。 夏真真在一旁大笑, 你还喊他老婆, 他要你死, 他要你死啊。 这就是夏卫国, 他是夏真真的帮凶, 隐瞒了夏真真犯犯罪的事实, 你们把他也抓起来, 一旁的人之性开口。 夏冬也很快地被控制起来, 我拿出那份离婚协议, 走到他面前, 夏卫国, 我们离婚吧。 夏冬似乎这才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着我不停地摇头, 不, 我早就赶您叫夏冬了, 我不叫夏卫国。 老婆, 我不同意离婚, 我爱你, 我爱你。 我觉得这简直太可笑了, 都到这个时候了, 他竟然还有脸提爱字, 莫不是受的刺激太大, 所以神经出了问题。 请你不要侮辱了爱这个字, 你爱我, 所以理所应当地把他领回家, 还骗我说他是你姐姐, 还造出一个孩子来, 我指着一旁的夏甄甄质问他, 都是他逼我的, 夏冬极力地解释, 全是他逼我的, 他用我跟他的关系威胁我, 用小栗子威胁我, 用你的性命威胁我, 让我不得不听他的, 否则他就让我失去一切, 我不得不听他的, 这些日子, 我也很煎熬, 我快被逼疯了。 一旁的夏甄甄听不下去了, 他恶狠狠地打断他的话, 夏冬, 明明是你先说要一辈子对我好, 是你说要娶我的, 我一直在等你, 为了你, 我放弃了自己上大学的机会, 为了你, 我一个人在外面打工, 挣来的钱全部寄给了你, 为了你, 我还杀了人, 人就不能变吗? 为什么人就不能变呢? 夏冬也变得情绪激动, 他质问, 我以前是跟你说过那些话, 可那时我年少无知, 在根本不懂爱的年纪许下的承诺, 你为我的付出, 我可以用金钱偿还你, 你要多少钱都可以, 多少钱都可以, 只求你不要缠着我, 不可以, 多少钱都不足以偿还我对你的付出, 夏冬, 你是爱我的, 对不对? 我相信你是爱我的, 你只是暂时地被他迷了眼, 是他勾引了你, 他就是个狐狸精, 都是因为他。 夏甄甄指着我, 越说越激动, 林洛, 这世上有那么多男人, 你为什么就偏偏看上我这一个? 明明我什么都比不上你, 你条件那么好, 找谁不可以? 我低下了头, 如果我一早知道, 夏冬眼底的愁绪来自另一个女人, 我又怎么可能对他另眼相看? 算了, 没有如果。 林洛,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夏甄甄越说越激动, 突然他奋力地冲破了警官的束缚, 夺走另一位警官中的军刀, 静直地朝我扑了过来。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在场所有人都还没反应过来, 夏甄甄手里的刀已经抵在了我脖子上, 他的目光却一直死死地盯着夏冬, 泪流满面。 为什么? 夏冬, 到底为什么? 我到底那里比不上他了? 我的青春全部给了你, 为了你, 我放弃了自己读大学的机会, 还给你生了一个儿子。 夏冬也慌了神, 他看着我脖子上的刀, 轻轻地摇头, 不, 不要, 姐, 你不要伤害他,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我什么都答应你。 夏甄甄挟持着, 我又往后退了一步, 你别过来, 你再过来一步, 我立马杀了他,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 大不了多一个垫背的。 夏冬不敢再乱动, 值得放软了语气, 姐, 求你, 求你不要动他。 夏甄甄笑了, 笑得无比凄惨, 我刚跟你来到这里的时候, 你跟我说, 说你跟林洛在一起, 只是为了他的房子, 要我改名换姓当你的姐姐, 我同意了。 可我看到的, 却是你对他无尽的关心, 你又骗我跟人之性结婚, 说这样林洛才不会怀疑, 我那时就应该看出来你在骗我。 是我傻, 还一直以为你没变, 毕竟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连栗子都会喊爸爸了, 我们是不可能分开的。 原来, 这一切不过是个局, 你亲自设下的骗局, 只是为了跟林洛在一起。 我住进你家, 天天听你喊我姐姐, 看着你跟她在我眼皮子底下秀恩爱, 我有多难受, 你知道吗? 姐, 是我欠你的。 夏冬双西一弯跪了下来, 你要怎样我都答应你, 可是林洛是无辜的, 她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我们的关系, 她一直把你当姐姐, 求你, 求你不要伤害她。 我好像又看到了夏冬双没有出现时, 那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男人了。 你知不知道, 你越这样, 只会让我越恨她, 就好像这两年来, 我一直用她来威胁你一样, 你每来我房间一次, 我的心就更痛一次, 你来看我, 不过是怕我伤害你的洛洛而已。 夏冬双说到这里, 突然转头看我一眼, 笑道, 林洛, 我得不到的, 你也别想得到。 说着, 她举起手里的军刀, 狠狠地朝我的心脏刺来。 我从来不知道, 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 会爆发出这样大的力量。 她的力气那样大, 我被她抵在走廊的窗台上, 根本没办法动弹,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把刀向我划来, 我闭上眼, 好像已经闻到了死亡的味道。 刀尖划过我的胸膛时, 我的身体突然被一股大力推开, 耳边想起夏珍珍的尖叫, 有什么东西从我旁边跳了下去。 我睁开眼, 看到夏冬抱着夏珍珍躺在楼下的草坪上, 一把军刀, 同时穿透了两个人的胸膛。 窗户不高, 那把军刀却是致命的。 他们终于在一起了, 却是死在了一起。 刚刚, 是夏冬用自己的命救了我, 我看着这满目的荒凉, 终于支撑不住晕了过去。 一年后, 我带着爸妈来到一座沿海的城市, 在那里订了居。 我的胸口被缝了气针, 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虽然难看, 却并不影响我的日常生活。 那把军刀划过我的胸膛时, 被夏冬拼命地铺开了。 我看着海边潮起潮落, 看着那些成群结队的海鸥, 他们嬉戏在海岸上, 我突然想起19岁那年的夏天。 那个少年在操场上挥汗如雨, 他跟其他男孩子不一样, 他的眼角有一颗小小的肋质, 他朝我看过来的时候, 眼底总带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如果能重来一次, 我想我再也不会去招惹那个少年。